将铝线弯折成想要的形状,做出可爱摩天轮,装植物的容器,或是居家摆饰,充满创意的铝线编织,吸引不少民众来到基隆社大学习。 开这堂课的徐明黄老师说,他本身是彩妆师,从一开始的新娘造型,后来再学习用黏土捏花意为新娘做饰品, 接着为了帮黏土花找个家,因此又学了铝线编织,希望将所学分享出去,让美学融入大家的生活。 所以我在空语的时间,又去学习这些理线编织,因为以前我在新北也有教过理线,教很多年了,那一些学员就想说,基隆跑到新北有比较远, 所以叫我在那个,请我到那个我们社大这边,基隆社大来开个理线班, 所以我就又继续了在理线这边,基隆社大这边开了理线班,它有很多那个可以用的,应用在我们的花艺里面, 有没有,像这个这样花艺,那也可以放在糖果,也就是这样在我们那个装一些化妆品之类的, 也可以作为家里的摆饰啊,饰品这样子。 为什么会来学这个铝线编织,是因为跟看到同事,老师送给同事一个那个荡秋千, 然后我觉得很喜欢,因为这是小时候的记忆,特别喜欢荡秋千, 然后又可以说,荡秋千不是只有我们要做,我们可以做着玩, 而是说可以应用在生活上,比如说做成铝线,然后做成一些生活上的创意, 所以就很喜欢去来跟老师学,然后发现越做越好玩, 因为老师,老师很有创意,就是女线可以做成三轮车,还可以做成摩天轮, 那摩天轮上,就又想到说我们小时候也是去同乐园做摩天轮, 哇,这个真的是很,太兴奋了,所以很喜欢就来跟老师报名来学习这个, 然后又可以,不是只有放花财,还可以放我们的化妆品,还有放饼干,糖果, 圣诞节可以装糖果去送给小朋友,这是很棒的,所以大家有,如果有兴趣,赶快来跟老师学,老师有很多创意哦。 也有学员跟着老师学彩妆和快要失传的晚脸技术,收获丰富。 那晚脸这个记忆呢,其实在台湾已经很少人有在教学,然后等于是这个,像我就想到说我妈妈, 她就说她一直很想要去学晚脸,可是她都没有这个机会,那我就想到说, 我是等于是我学晚脸,我是觉得是在帮我妈妈学,因为我学完以后,我可以去教给她这样子, 然后其实老师的心愿很好,你看她教了,其实老师会很多的东西,那她学这些东西, 然后她有时候甚至自己会去花钱去买一些东西送给我们,她就是只是想要我们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学好, 然后把她会的这些记忆都给她传承下去。 徐明皇老师说,对于美的事物,她都很感兴趣, 一路静修学习,也欢迎民众一起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。 记者陈淑萍,基隆报导。